其實有點土法煉鋼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你平常在這樣做事情的話 事情永遠就做不完的可能 所以第一個如果要下載資料的話 那我們一定要把它改成用程式下載 所以剛剛是直接到這邊去下載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用那個就是到網路上下載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程式下載 那程式怎麼下載 第一個的話一樣是先把那個開發人員先打開來 所以這個開發人員打開 第一個在開發人員裡面找到Videobasic 然後一樣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我們這個模組裡面就是先寫第一段程式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透過程式去下載資料的話 那我在雲端上有個範本 這邊有個範本 匯率下載這一段 sub 匯率下載到end sub這一段 那你把它Ctrl C好了 裡面的話需要自己再補上兩個資料 一個是哪個網址 一個是它的編碼方式 所以你就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我們模組裡面 OK 然後自把它放到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裡面的話找到12號字 OK 那有哪個地方需要變動呢 第一個就是TESL後面 封號後面這邊記得給它網址 也就是說你那個CSV它放在主機的哪個位置 那我跟它講說我是放在那個每日這個地方 每日外幣這個參考匯率的這個檢視資料裡面 那點開來這邊就有資料下載的網址 你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後面 我記得不要貼錯 貼到TESL的封號 封號的右邊 貼上就可以了 好 第一步就是跟它講 我的資料在這邊 那其實我們一樣用那個所謂的Credit Table 這一個物件 它會建立一個連線 去把那個資料抓下來 那第二個需要填的就是它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那因為編碼方式它這邊跟我們講說它是BIG5 所以BIG5的話就950 如果假設它是UTF8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改65001 就這兩個 理論上最常遇到的就是不是950 那就是65001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之前好像我們有做過類似的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範例的話第一行是清除 我按F8好了 主行跑一下 清除 好 那裡面沒有 第二步的話就是什麼 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我這邊用的是65001 所以你會發現是亂碼 那怎麼辦 你輕輕把它改成950 然後950之後的話再跑一次 再跑一次 按F8好了 先清掉 然後950就是剛剛的BIG5 你看這個就正確了 所以啦以後如果你遇到什麼呢 假如說下載的時候 假設亂碼 我改另外一個就OK了 將來那個期中報告我也是希望說 期末報告我也是希望說 期末報告我也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先抓資料 然後呢 所以期末報告的部分的話 重點就是說呢 需要再增加VBA的部分 OK 所以給各位一個方向 至少就是你期末報告 因為期中報告我沒有要 就是硬性要求各位要加VBA 那個VBA是加分要項 那如果你期末報告的話就是要加 OK 那加哪些啦 我覺得還是亮力而為 如果你覺得說 老師我程度沒有那麼好 那你就加一點點 沒關係 至少你要有加 因為我本來想說要考試 如果考試我看應該會很多人陣亡 OK 然後可能要重修麻煩 然後乾脆好啦 但是你期末報告就是加一下VBA 那至於加到什麼程度啦 那就亮力而為 那你加越多分數越高啦 就大概是這樣子 就給各位一個自己設定一個目標吧 那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把這個學好了 畢竟將來你不喜歡土法鏈鋼 每天做一些重複性無聊的事情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學好 因為以後呢 各行各業都會需要有人去幫忙做一些 比較有效率的事情 尤其現在人力短缺嘛 你不管任何各行各業好了 比如說你要從事電子商務好了 像至少賣家好了 然後你要賣東西 如果整個流程每次都還要再跑一次 做一些這個每天固定的 那你不如寫成程式 以後呢 你的統計資料馬上統計完 並且把你們最近的銷貨狀況 繪製成折線圖 你就馬上可以知道說哪個東西最近賣得好 哪個東西賣得不好 有沒有 那賣得好的繼續加強 相關的有沒有 可以向右 就加廣加 反正就是所有東西 最近大家都流行之後 你就賣這個 確實賺錢 那如果賣不好 你就不要再賣了 不然增加庫存 OK 那就 至少簡單嘛 第一個你要有資料 OK 那資料來源 當然每個人不一樣 OK 然後你反正會懂得整理 然後繪製成圖表 所以第一個我們資料做完了 好 所以第一個補兩個東西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編號 好 第一個資料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有哪個問題 這個地方有問題 什麼問題 要修正日期有沒有 那修正日期的話 我們剛剛是用Excel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寫一個程式 叫做修正日期好了 這一段我應該有放在那個雲端上 就是 應該是這個 兩個方法 方法一的話用Date函數 方法二的話呢 就是用VBA 那我寫一個這個Sub 寫在這邊好了 叫做Sub修正日期 那寫的方法一樣 就從頭到尾方跑 那針對哪一個 A欄的A2到最下面 所以我寫一個回圈 4i等於第二列開始 然後到哪一個呢 用向下追蹤好了 這個追蹤的話 前面講過 我們從A1開始 向下追蹤 然後點end 然後刮弧 向下的Excel 它的點落 然後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有沒有 就範圍確定 從第二列一直到底下 然後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所以帶過來這個資料怎麼稱呼它 Sales 第幾列 第i列 i的話會變動 從2先拿過來 然後呢 哪一欄 A欄 然後呢 我要怎麼做呢 就把它前面 就是它左邊四個字 中間兩個字 右邊兩個字串在一起 只是中間串斜線的 所以我就簽前面Labs 然後 有沒有 這個做法跟剛剛蠻像的 四個字 串and 一個斜線 主要是這個斜線 串一個斜線在中間 再一個and 然後再mid 這個跟剛剛的公式蠻像的 一樣是 這個Salesidea的A欄 有沒有 然後我要第幾個字 第五個字取兩個字 那就月嘛 然後and 記得 再一個斜線 其實把資料取出來之後呢 然後再怎麼樣 再加上right 所以這個寫法跟剛剛的那個 Excel的公式 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是透過這個Sales 然後第幾個 right是右邊兩個字 那這樣串完之後 就會得到中間有斜線的結果 那最後放哪裡 就放它原來的地方 所以你記得喔 在前面喔 把這個儲存格拉到前面 意思就是說 我在把它串完的結果 把它丟回去到原來的位置的意思 OK喔 所以類似像這樣寫完有沒有 然後把它丟回來 就修正完畢了 好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 不過我按個不扒好了 因為跑太快 你們可能一下子看不太清楚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Ieci等於2 所以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然後它就分別把2002 11月01 加斜線再存回去 所以得到的結果看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呢 就看到OK的結果了 那再下一個 下一個I等於3 下一個儲存格 下一個儲存格 再加斜線 所以其實只是說 加了斜線放回去而已 所以把它全部執行 但是全部執行完之後 就會發現了 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邊會發生緊緻號 一串 那其實緊緻號 各位如果看到的話 表示說藍寬不足 所以藍寬不足怎麼辦呢 把它拉寬不就好了 可是問題 你如果要拉寬 不如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讓它變寬 讓它自動調整的一個敘述 我這邊可以叫Column Column 加S 這個是Column 就是藍的意思 那哪一藍呢 A藍的地方 你幫我怎麼樣 自動調整藍寬 叫Auto AutoFit 自動調藍寬 你可以打小寫移開 它變大寫 那表示沒打錯 這樣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藍寬 給調整 我們這個地方 最後 直接跳過來這裡好了 假設我又加了這個 然後自動調藍寬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OK了 所以只有加這個 那最後當然 如果要一氣呵成 你就可以在這邊加一個Col Col什麼呢 直接就修正 就是下載的資料 緊接著 就直接幫我修正這個日期 這樣就完美了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把兩個二合而為一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Col 你下載完資料之後呢 順便再幫我修正日期 那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先把資料先清空 有沒有 然後清空完之後 資料下來了 但是日期不對 那幫我修正Col它 對不對 跳過來了 然後就分別把資料 有沒有一個一個跑包包 跑完之後呢 我們再自動欄寬調整一下 OK 那就完成第一步啦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程式基本上就兩段 第一段 第二段 然後其實程式在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就在這裡 這一段 這個程式有一點太長了一點 所以你們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後最後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這個是第一段 第二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